欢迎收看38号的财经Xperso 晚上好,我是晴龙 美国联储局承诺将维持宽松货币政策 并看好美国今年经济复苏前进 带动隔夜美股再次登上新高峰 亚洲股市也纷纷迎风鼓我 加上我国政府宣布再推出200亿强化配套 在国内外利好因素扶持之下 马股一度上扬超过10点 但是最终是回吐大部分的涨幅 闭市时收报1627.99点 全天上扬3.02点 费率部分,美元因为联储局维持宽松货币政策而走低 马币兑换美元升到4.1090令吉 兑换新元则降到3.0603令吉的 接下来是其他blank rate单元 德达飞讯高层金船被反弹委会提控 尽管公司撇清关系 但该公司今天的股价还是狂洩不治 德达飞讯今天早上的股价突然暴跌 该公司过后是澄清 公司和子公司并没有涉及 二手承包工作船租赁合约的行贿行为 这纯粹是该公司副董事经理 邱明明的私人投资公司的案件 提到邱明明 他在去年就在高庭指出 德达飞讯曾经向前副首相阿摩扎西 行贿600万令吉 实际上是对国际政府的政治现金 德达飞讯今天的股价一度中错16%或10.5仙 降到53.5仙低价 收市的时候还是下跌了13%或8仙至56仙 全天有超过4亿5000万股一手 是全场最热门股项 显示卖压异常沉重 最近截至去年12月的季度业绩公布之后 大马十大富豪和去年崛起的首套富豪当中 谁拿到的股息是最多的呢 根据大马交易所的资料 知名银行家郑鸿彪预计将从大众银行 和伦平资本的持股当中 获得最多股息 总额达到6亿6,818万令吉 而创办定一手套的林伟财 也可以从这一家全球最大手套制造商手上 获取高达4亿6,015万令吉的股息 至于风龙集团的郭令燦 则预计通过持有风龙金融和风龙银行 而拿到2亿9,605万令吉的股息 换个焦点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估计 大马经济去年因为冠病打击 而萎缩6%之后 金明两年有望强势回弹 预计将分别增长6.5%和6% 那IMF也是说了 如果疫苗注射加快 大马经济将可以受到提振 不过该机构是强调 疫情如果继续扩散 或是各国贸易争端升级等风险浮现 都可能导致大马经济复苏步履蹒跚的 另外呢 机构也是提醒 就是大马的各项改革 也已经是因为冠病和政府更迭而推迟 这些措施应该继续推进 特别是以立法改革为基础的治理改革 最后感谢收看 我们再会 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